当时八十年代春晚的歌曲呢 有不少一推出来 马上火遍全国 可以称得上开启时尚之门 引领风气之先 那么在这方面 发生一个在春晚 流行歌曲的第一人是谁呢 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位 所以想 他的歌曲一夜传遍大街小巷 他的发型竟然引起全国跟风 为何一首歌曲能年年登上春晚 创造春晚三十年奇迹 更大 怀旧 亲密 能否拯救日渐示威的春晚歌曲 老良官事件 为您讲述 这一夜歌声传奇 这是费翔当年的想象 当然现在费翔年最大了 肯定不负当年英俊色小伙的模样 可是当年费翔确确实实 在大陆是火的不能再火了 而且一提到费翔 咱们每个人本能的就会想到 他那时候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大西安岭的着了一把火 有人说就是让费翔这歌给唱的 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把火 那着了吧 还有的人说 不光这个原因 你听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歌前动 是不是就像那救火车 本来这救火车 要去大西安岭救火 他说让费翔一句话给结这 没去就成 所以这把火再着起来 当然这属于开玩笑 但这个玩笑流传 也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费翔本人实在是太火了 这个歌本身太火了 费翔我们知道是混血 他爸爸是美国人 他母亲呢在台湾 他姥姥呢 是山东烟台人 他母亲跟他姥姥呢 也都得有几十年没见 那么八七春晚 咱们这主题 我们知道这个九七年香港会归什么的 每年春晚都要体现桃圆的主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觉得费翔一个混血儿 他母亲在台湾 他姥姥在烟台 都请到现场吧 多好个主题啊 而且费翔 据说在百老汇都能唱 也确实不错 当时春晚审查呢 先审查费翔的头一个歌 既然你这事儿够主旋律 好 你可以上春晚 你头一个歌唱什么 故乡的云 咱不少朋友都会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这是反映 海外游子 受到故乡的呼唤 不远万里的回到家乡兄弟 这个歌也好啊 当时很快就审查通过 这时候费翔就在台上 在审查过程当中 唱了这个冬天里一把火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怕照亮了我 所以当时导演一看 好 这歌我留了 就这么的呢 他决定留了 和领导那边汇报 领导说 这歌倒行啊 歌词也没问题 你就像那天上行星 最亮的一颗明亮不闪烁 歌诵爱情 可没问题没问题 但有一样啊 这歌我看他 在那直晃的 你让他在台上 唱的时候稳定点 其实什么意思呢 歌东北话说 就是在台上你少嘚瑟 哎 让费翔文文文当当的 就这么的呢 这两首歌不都通过审查了吗 到了春晚直播的现场 先唱故乡的云 啊 底下鼓掌叫好 这歌好 海外有子思乡 唱完这歌 接下来还有一首歌 冬天里的一把火 所有的观众 再献上一首歌 冬天里的一把火 我们都知道 这个演员呢 他人来风 好的演员 越是到现场直播的时候 他越来劲 现场人越多 一捧他 你想他前面接受审查的时候 和这个现场直播 那个氛围能一样呢 所以费翔这时候 人来风 在台上就扭起来了 哎呦 这痛顶腰拉胯 动作这个大呀 还夸张 天上行行 最亮的一刻 什么动作都出来了 表情也都跟得上 结果这时候 把导播间的人吓坏了 哎呀 这东倒可说了 不能让他这么嘚瑟 这嘚瑟起来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导播总组长 非常有惊愿 别着急 这么着 你现在跟现场 这几个机位说一下 不给他远景啊 不给他大拳 就给他特写 给他脸部表情 身上局部的动作啊 不给全景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看到 八七版这个 费翔唱冬天里一把火 很多都是他脸上 自我陶醉的表情 还有身上某一个局部 很少给他 这个远景大拳的 看他在这扭要拉胯 在那嘚瑟 基本没有这个 当然这种风格 年轻人最欢迎啊 那一下子 费翔就火了 其实我们说 这样的风格 从哪来呢 你看费翔在台上 东领西领这个 你别忘了 费翔的文化背景 他来自美国 在百老汇当演员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美国谁最火呀 迈克尔杰克逊 所以说费翔在台上 东领西领这些动作 是跟谁学的 跟迈克尔杰克逊 迈克尔杰克逊当年的舞蹈 绝对对是一派同时 等之前没有人这么跳舞 他拿过 你看费翔 又这个又这个 又拧又什么的 基本都是迈克尔杰克逊 那套的起来 那么费翔不仅这个舞蹈 让大陆的青少年 看着觉得新奇 哎呀真漂亮 这种潇洒的台风 这种自我陶醉的感觉 更主要一点的 费翔当时的打扮 本来这个混血就漂亮 鼻梁高挺就很英俊 再加上费翔弄了一个爆炸头 这种爆炸头 当时在美国也很流行 我记得八年代中期的时候 美国NBA 有一些人就输这种头 当时就有不少 大陆的青年人 模仿他这种 可是问题是吧 这头型爆炸时 头发点特别厚 咱们那个时候啊 咱说实在是 卫生条件也不大好 有的地方灰尘特别大 年轻人输这头啊 时间一长了 抽点汗 全粘上了 据说有不少 输费翔头的年轻人呢 为这是梳头 都输舌好几把梳子 粘呢 粘呢 所以你看当时费翔 火到什么程度 那么费翔这个时候呢 是把这个流行歌曲啊 这属于进歌热舞 给带到这个舞台上来了 在全中国范围活起来了 那么其实流行歌曲 这是八七春晚 再往前倒几年 你别说热舞啊 这个歌本身 稍微沾点小字 沾点爱情 那时候都挺难上 春晚这舞台 那么在春晚上 第一次把流行歌曲 这四个字打开的是谁 是李五一 这个咱就得说到 八三年春节两晚会 就是第一届 春节两晚会 当时八三年 春节两晚会呢 其实就跟咱们 现在单位职工啊 在食堂围着桌子 搬两把凳子 开两晚会差不多 那么当时晚会 得选大家最欢迎的人 来给大伙唱歌 最火的谁呢 李五一 李五一来了 就准备了六首歌 那个时候春晚 一人唱好多首 李五一准备六首歌 这六首歌里头呢 没有当时最受欢迎的香链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指责 香链有小字请到 有点接近邓立军的谜谜之音 那么在春晚上 怎么他就能唱出来呢 当时的春晚呢 晚上播 那么中午的时候呢 这个中央电视台呢 设置了四部热线电话 各位观众 今天晚上 本台采用现场实况直播的方式 为您播出春节联欢晚会的文艺节目 为了使您能够欣赏到 自己喜欢的文艺节目 我们在现场安装了四部电话 供电视观众点播节目使用 就是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 你可以往热线电话里打 你点播 你点谁 我们就去给你找了谁 当时的热线电话呢 不像现在手机什么的 那就是拨打这种固定电话 把那电话线都打得直热 因为不停的电话进来 然后接线员呢 接过来问 喂你好 你希望听到谁的歌 或者谁的相声 那边告诉 这边就用调记下来 记完了之后呢 折上放到旁边盘子里 一会儿功夫一大盘子 一会儿功夫一大盘子 就端到了导演黄一鹤的办公桌上 黄一鹤一个个往开打呀 一看这个 项链 点播李五一这项链 再打开一个 项链 再打开一个 项链 怎么都项链 再打开一个 这不是 这是点唱李五一的项链 还是项链 下面 诗运输公司四厂 董庆贺等五人 山西太原市 山西省优电学校 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 李廷杰 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 他们点播项链 这么多人点项链 黄一鹤就想 这事得请示领导 据说都请示到网上 当时叫广播电影电视部 请示到那一集不领导 当时的不领导很开明 可以唱 就这么着 李五一 在春晚上 把这个项链唱出来 明天将来临 只难得和你讲话 只要我把我 送去我的神情 唱完了以后呢 哎呀 有不少的这个 观众往今打电话 也要写信的 说我们佩服你 中央电视台 在这个时候 该引领风气之先 所以从《项链》那时候开始啊 真正的流行歌曲 才开始进入到大雅之堂 才有我们今天看到 百花齐放的局面 当然说到春晚 对流行歌曲的奉献 还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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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不提 八十年代春晚开创了一个歌局 就是每届春晚呢 都从八四年开始都得请港台的歌星来 当时到了八四年春晚的时候呢 请了两位香港的歌星 男的叫张明敏 女的叫西秀兰 尤其是当时张明敏 他这一取我的中国心呢 可是为什么偏偏就请了张明敏呢 这说起来这故事很有意思 当时春晚的导演就考虑 这不改革开放了吗 咱们也别帮在北方选节目 咱往南方去啊 那东南沿海地区呢 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呢 就这么的来到了广州 有一天他包了一台车呀 去深圳 结果在这个车上呢 他突然听到 这个司机在车上录音机里 就这么的了